这是你们的月影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的好坏 其实从眼睛当中就能看出一些 从面向学上来说 眼睛也可看人的运势和富贵 虽然说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长相 但还是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样貌当中 来做一个大概的比较的 这种不同的眼型都会有着不同的运势 第一种单凤眼 单凤眼就是眼角微微向上翘的眼睛 单凤眼的人大都是天生的贵气 有这样眼睛的人一般都非常的有主见 他们往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将会要做什么 所以从小到大 他们都会为自己安排妥当 无论是做什么都会有一番成绩 第二种鹤眼 眼睛圆又大 且黑白分明 眼皮重叠 且眼形 较长的眼睛被称为鹤眼 有这样眼睛的人 大都为人比较正直大方 且他们天生就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这样的人危机意识很强 处理起问题来 也能很好地去完成 所以富贵是必然的 第三种 性眼 性眼 性眼视为双眼皮宽 且兼具焦大 眼睛虽不算特别大 但是非常的饱满 有这样眼睛的人都比较善良 且很容易满足 他们天生运气就不会很差 心态非常乐观 虽然不一定会有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他们的一生还是比较稳健的 第四种 三角眼 三角眼的人就是眼白多于眼人 这样眼睛的人大都心思比较狠毒 他们总是在算计所有的得失 对待人也没有善良之心 所以这样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好 但是只要一心向善还是有机会行好运的 所以多做善事广积因得才是正确的选择 第五种 马眼 这样眼睛就是眼皮比较宽松 眼睛突出且余味闻较多 有这种眼睛的人运势比较低迷 整日里都是郁郁寡欢的模样 这样眼前的人很容易破财 整日里为钱发愁 所以建议还是多修身养性 好好工作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